红牛和FIRSTEPPEN在2023年创出了F1历史上最一面倒的成绩 车队赢了21场比赛 FIRSTEPPEN个人夺得19个分站冠军 当外界预计2024年赛季将会继续沉满 红牛垄断状态将会持续到2026年F1改例 但是经过今年三分之一个赛季之后 似乎情况跟我们普遍的想象有点出入 虽然这一刻红牛依然是车队榜的第一位 但是跟第二位法拉尼的差距比预计中少 Science在今年第三站就已经成功打败赛车出现故障的红牛 当时以为这只是个别事件 结果在第五站的马一物已经出现第三位分站冠军 Norris打败犯错导致赛车受损的FIRSTEPPEN奪得生涯首冠 而MOLA、FIRSTEPPEN再次受到Norris威胁 又经冒险以0.7秒的差距奪得冠军 然后在MOLA就出现了今年第四位的分站冠军 又力度奪得主场首胜 FIRSTEPPEN就奪得自从2022年巴西站之后最差的成绩 到处加拿大站排位 FIRSTEPPEN只能够跟平子的Russell做出一样的时间 最终根据规矩只能够以第二位起步 就算最终能够奪得分站冠军 每一场胜利都开始变得不简单 除了单单在赛道上遇上问题 红牛遇上的麻烦还延伸到赛道之外 MEDACON和PERS在MOLA以外为红牛带出额外的维修费用 在受到开支上限规管的情况下 近几场比赛红牛遇上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究竟不少人曾经以为将会延续下去的红牛皇潮 会不会到此为止呢? 就让我说一下吧 红牛在赛道上第一的优势是否已经消失了呢? 简单说不是 这一刻RB20商上依然是赛道上最快的赛车 但今年的澳洲 MAYAMIN EMOLA和MOLA哥站就出现了暗涌 在市站里面 车队都有不同程度的挣扎 问题出自什么地方呢? 2023年赛局里面 红牛唯一一场败仗 其实已经暴露了RB19的弱点 就是赛道上的露博 Verstappen在MOLA哥站表示 这个不是车队今年才发现的弱点 他认为这个问题早至在2022年已经存在 而且并不能单靠调整赛车设定就能够解决 赛车使过露博的时候影响到平衡 从而影响赛车的表现 而RB20虽然继承了RB19的速度 但同时带着这个不能够应付露博的弱点 令车队在MAYAMIN EMOLA和MOLA哥这三条 需要车手经常利用露博的赛道上 遇上了难以找到合适赛车设定的难题 赛车的不稳定是MOLA哥最明显 虽然在过去的比赛已经出现问题 但Verstappen至少能够获得头位 不过到了MOLA哥Verstappen的8年头位记录被打断 在加拿大Verstappen只能够和Russell做出一样的时间 红牛在另一边车房的Paris更连续两场比赛在Q1已经被淘汰 究竟露博怎样影响红牛Lega曾经被视为无敌的赛车呢 最大的问题是红牛的模拟器里面并未有预测露博对赛车表现的影响 令车队在MOLA哥的链站里面完全收集不到有用的数据 然后通宵在模拟器里面找新的设定 最终都无法大幅改善赛车在赛道上应付露博的能力 车队尝试调整悬挂系统的软硬程度 不过依然没有什么影响 Ferestappen在MOLA哥站投诉赛车犹如袋鼠般弹跳 最后投诉赛车的悬挂已经调调到卡仔没有悬挂的程度 基本上是没有缓冲空间 但是依然对赛车的表现没有帮助 在加拿大依然有一样的问题 在比赛期间Ferestappen多次投诉赛车犹如无悬挂系统 而且完全不能够用露博 不过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只是红牛需要面对 在这一刻以Ground Effect为中心的赛例里面 赛车能够使用的悬挂系统设定空间被减少 如果需要应付露博就要把车身高度提高 和悬挂调得更加远 但是这个调整就会令赛车在普通情况下 能够提供的抓地力减少 因为赛车车尾高度降低 就会令不同气动力装置的进攻角度变势 便想减少这些气动力装置的效率 而且就算车队找到适合的悬挂软度和车身高度 也不代表赛车能够应付转弯时 而赛道路面左右高低不平均 我们叫做track camber的问题 还有赛车本身重心移动构成的body roll问题 但是因为红牛在Ground Effect年代里面 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们的悬挂和floor设计 赛车必须能够长时间紧贴地面行驶 令floor能够持续以最高效率运行制造客压力 但是Lowboard的限制正正影响到悬挂和floor这两个地方 将它们在赛道上的优势减少 如果将赛车悬挂调整至最硬的状态限制车身过弯时的body roll 理论上赛车就能够制造稳定的客压力 但是赛车不会有足够的缓冲空间应付赛道上camber的转变 小过Lowboard的时候冲减力就会直接被传到车身 造成赛车本身弹跳的现象 令赛车不能够稳定制造客压力 Paris在摩纳哥的第二节练习中尝试将赛车的roll stiffness减低15% 增加赛车小过Lowboard时的缓冲空间 尝试舒缓弹跳的问题 但是因为令赛车在高速情况下失去太多客压力 最终车队都需要在失去高速客压力 或者失去过弯速度的限制里面妥协 没办法找到一个真正的解决方法 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存在 而且就如Fordemont所说的不是单一设定上的问题 而是赛车本身的缺陷 只是在过去两年比赛中 这个红牛弱点被赛车表现上的优势概括了 现在弗拉里和麦拉伦在升级后 都找到持续表现上的进步 漸漸收窄它们和红牛之间的距离 平时经过痛苦的开轨之后 都开始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 解决它们前后客压力不平均的问题 令到红牛再无机会使用纯粹的速度 不过这只是红牛在特定赛道上会遇到的问题 在加拿大就能够见到 虽然红牛被问题困扰 但是在赛道上依然是其余车队需要打败的目标 红牛在找到方法解决问题前 和其余上游车队的距离会否进一步被收窄 还是未知之数 而且在升级方面 红牛都可能会受到意想不到的障碍 Paris在摩纳哥站的Q1被淘汰 然后两位Haas车手因为美翼违规备取消排位资格 令三位车手在第一圈都接近在最后位置起步 结果Paris和两辆Haas发生碰撞 导致它的赛车严重受损 幸好Paris并没有大碍 再次证明了这一刻F1安全措施的重要性 不过这场意外除了表面上令赛车受损之外 对赛轨尾段都可能有很大的影响 是为Marco在摩纳哥站赛后表示 Paris这一次意外预计为车队 带来额外200至300万的支出 这一笔预计之外的洗费 需要由另一个项目调配 而红牛就需要由赛车升级的预赏 抽出这次意外的维修费 如果红牛在剩余的赛车里面再次遇上大的意外 车队就有可能因为意外的维修费被迫放弃升级 对于这一刻你和马拉伦步步进逼的战况来说 少了一个升级可能会左右大局 而且这一次意外有可能令引擎和波伤等等 数量有限的零件受损 虽然车队表示希望能够尝试挽救引擎和波伤 不过情况并不乐观 如果Paris真的需要换额外的零件 就会令它被罚 模仪对红牛在车队榜上的成绩都有负面的影响 这一场意外将本来已经处于不利状态的红牛 将一步推向危机的边缘 然后在加拿大站一次犯错令Paris赛车再次受损 将红牛本来拥有的存息空间收窄 虽然车队这一刻尚未真正受到很大的威胁 但其余车队在表现上已经渐渐追上 如果车队在剩余的比赛中还有任何的差错 很可能出现骨牌效应 失去赛季中升级的机会 甚至失去最终的车队冠军 到时候红牛还要面对另外一个的损失 红牛大概在一个几月之前正式宣布 为车队效力18年的技术总监Agent Neury 将会在车队结束之后离开车队 离开的原因外界有很多不同的猜测 Neury自己都没有真正明确表示他为何做出这个选择 不过Neury一向有自己的作风 过去离开威廉士和麦勒林都是因为他有个别不满 现在他决定离队就留下了另一个问题了 究竟Neury离开红牛会构成多大的影响呢? 虽然Neury在摩纳哥站期间依然在红牛的车房里出现 不过Helman Marco在加拿大站前夕表示 这一刻Neury已经不会再参与车队任何在F1里竞争的事宜 现在Neury只是RB17Hypercar的大使 Neury离队的消息宣布后 Christian Hunter表示车队一早已为Neury离开准备好 所以就算他离开也不会对车队造成很大的影响 只是这位自从红牛车队成立初期开始 已经在车队内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核心人物 是车队有这一刻成绩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他被誉为最佳赛车设计师的原因 就是他往往能够见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为车队带来独特的想法和构思 令他效力的车队差不多每一次在改例时都能够找到优势 这个水平的能力很难在另一位设计师或工程师身上找到 红牛现在遇上问题时Neury决定离开 红牛需要证明在后Neury时代仍能够交出表现 在升级有限的情况下 车队还能够将每一次升级带来的进步最大化呢? 面对着对手迫近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源头并解决问题呢? 最重要就是在两年后红牛面对大改例时 同时需要适应全新的系动力规矩和引擎规矩 并开始与全新的技术合作伙伴Ford一起制造引擎 这个将过系红牛自从加入F1后 第一次在Monewy的情况下应付改例 到底这次的红牛王朝会不会在短短两年后结束呢? 这一刻的情况并不乐观 但红牛往往能够在看上去有危机的时候 在不知哪里找到表现 这次他们有否能够发险为热 就要继续看下去了